一个专业的投资者必须有选房的技巧 同时也具备卖房的本领 只要掌握了这7个步骤 轻松找到买家 借手你的房产 套现离场 1.合理定价 明确了卖物的动机后 查询近6个月的房价成交 记录和市场代售价格 并决定房产的售价 当然记得了预算买家的还价空间 和房仲的用金 2.精心修整 就像你的女儿出家一样 打扮成美美的才能让人心动 粉刷些漂亮的颜色 把杂草除去 放些漂亮的摆设和二手家具 如果能安装些智能家具 电子锁 电动窗帘 肯定能为你的房产加分 3.漂亮的照片 把屋子的全部灯光打开 配上些植物和装饰 从不同的角度使用广角拍摄 并把照片调上鲜艳的颜色 无论自己或agent挂上网 最快吸引到买家的眼球就是 4.照片 4.屋主的形象 除了房产的形象 当然屋主的形象也非常重要 看你一身成功人士的打扮 房仲和买家的态度 也会变得更加客气 就算是砍价 也会变得更加的不好意思 5.出售理由 女儿出家 当然不能说年纪大了 半买半送 可以和买家说 风水好 住了5年 赚到了钱 换了更大的房子 或者可以和买家说 换了更大间的办公楼 需要配合工作地点 所以搬到了公司附近 6.待看氛围 待看时段 安排早上中午最好 旁晚吸血的房子会热 蚊虫多 附近如果有回教堂 7点左右还会有炼金的照应 7.买卖条件 有些买家会有特别的条件 如提早装修入住 先租后买 或mark up售价等 更灵活的买卖条件 能促进成交 另一方面 也是价格谈判的筹码 补充一点 如果是投资类型的房产 准备租赁合约 租客profile 和租客准时交租的手据 会提升投资客的兴趣 和卖出更好的价格 无论是直接对借买家 或委托agent销售 从网上吸引买家研究开始 到待看房产体验 都必须精心布置 掌握以上7步骤 能更快速地争取到买家 并以更好的价格收出 关注亨利聊房产 让你轻松掌握房产密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